我們來看 我們如何從這個球面上一點的 它的那個球面坐標 轉換成這個直角坐標 我們知道那個球面坐標 我們是用什麼呢? 緯度跟筋度來表示 就是說現在的話呢 球面上有一點 那我現在的話 把這個SY鏡固定好 那這個呢 X方向的 這個的話 X走這裡是0度 那往這邊的話是東筋 往東轉的話 就是你連站在這裡 你往東轉的話 可以從0到180 那往西轉也是0到180 所以總共一圈是360 那我現在的話呢 往東筋這個角度 這個筋度呢 我定成正的 那吸筋的話就是負的 那這緯度的話一樣 緯度的話 我就是說 在這個SY平面上 這個是0度 緯度0度 那往北的話呢 往北的話呢 這個擴張上去的話 這是北緯 北緯的度數呢 定成是正的 那南緯的話呢 定成是負的 那北緯的話 是0到90度 南緯的話是負的 這個0到90度 南緯定成負的角度 那北緯定成正的角度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 筋度緯度啊 就是球面座標 轉換成什麼呢 轉換這個直角座標 轉換成直角座標 好 那我現在假設 就是喔 這球面上這一點 它的那個呢 筋度 是R化度 以這當例子的話 是東筋 往東筋 然後緯度的話 是Beta 然後呢 這個半筋的話 是R 那半筋我們就不寫了 就是R化Beta 那我現在呢 把它轉換成 直角座標 那怎麼轉換 首先我們看這個X X的話 就是這一點 投影在什麼呢 投影在這個 X軸上面的 這個投影點的座標 那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我先把它投影到 SY裡面 投影到SY裡面的話 這一個的話 就等於多少 X的話 就等於多少 不然的話 我用大R好了 這我用大R 這我用小R 大R呢 cosBeta 是小R 就是大R cosBeta 這個就是小R 就是我把它投影在什麼呢 投影在這個 在XY平面上的正攝影長度 就是什麼 就是小R 那小R呢 再把它投影到什麼呢 投影到這個 X軸上面 那這個就是小R cosα 小Rcosα 這個就是X軸 就是投影點的座標 好 再來的話 這個Y軸 就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小R sinα 小Rsinα 就等於這一段 所以Y 所以Y 就等於小R 小R是R cosBeta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 sinα cosα sinα sinα 好 那這呢 Z就等於多少 Z的話就等於這一段長度 就大R sinBeta Z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我就轉換過去了 就以後的話我們就可以帶這個公式了 就是說給你緯度、筋度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這個呢 直角坐標 OK